每次想到的都是他 你們要說明 呃 鄧委報這個 因為這個車輛在國內生產 比重還是很高啦 所以他會創造很多的就業機會 我們現在請賴振昌委員 謝謝主席 我們是不是有請部長 我們現在請張部長 賴振昌委員好 賴振昌委員好 剛才那個管委員在 你舉的例子 我有一點我要給你先提醒一下 你說日本他們中古車銷貨量 但是要注意一下 日本的車子跟我們台灣車子不一樣 他們是我們是左駕他們是右駕 所以這個能夠銷售的 所以U駕是我們的優勢 這個所以我跟你講 左駕是我們的優勢 因為很多國家是左駕 我只是提醒你說 這個的話你不要說日本銷售多少 因為那個是一個不同的市場 沒有錯 不過這個不是我今天要問你的重點 我要問的重點是說 今天這個政策 我相信說 這個政策這一個刺激景氣方案 這應該是那個國發會經濟部他們主導的 財政部應該是配合辦理 但是我們財政部配合辦理的話 因為這個我們這一次的刺激 是要用減稅來做這一個 他的一個誘因做一個方案 那如果減稅的話 這就跟我們財政部有關 這就牽涉到我們的稅基虎實 那部長我知道說 其實任何有念過財政協的都會很知道說 稅基虎實在台灣非常嚴重 而且甚至每個從事稅務工作的人來講 應該都非常痛恨稅基虎實 那部長你在這整個的決策過程裡面 雖然這個主導的不是我們財政部 但是在這個租稅的專業部分 部長你做了什麼樣的努力 或者是說如何來維護我們這個租稅的公平 我是比較有心情想要聽說 租稅公平的是我們這三年做了非常多 我是對於我不要講三年 你知道跟我講講說 現在我們這個行政院的這一個 這個版本 這個版本這個刺激經濟荒案 委員就本案來講 他們有做稅市支出評估 我們是看支出評估的效益都是正的 所以我們看了一下 他稅市支出的評估 減稅會減五億多 但是會帶動產業的增稅二十二億多 所以近增加十七億一年 就以一萬兩來算 所以我們看到稅市支出評估 另外有帶動產值 這個部長 我想我們要講一個決策的話 我們考慮的是不是說 第一個是他的效果 如果他的效果可以非常好 講一下真的我們 我們不喜歡稅機虎實 但是如果真的能夠創造 國內的很好的經濟績效 這個我們勉強可以接受 但問題是我們台經驗或者是我們行政院所頒布的 我們今年的經濟是保益 這個百分之0.83% 連保益都沒有希望 所以我們要提一個消費振興措施 但是你認為說以這樣的這個方案 你認為會有效果嗎 委員財政政策都要透過立法院 那就點點滴滴 所以包括這個 未來還會再送進來的 包括產業創新條例裡面的修法 所以基本上你是認為說 也不是那麼樂觀吧 都點點滴滴都有效 像這個 像這個會增加產值 40.8億的一個計畫 就要把我們整個的經濟 那個GDP成長多少 這個我想這個絕對 有啦他是用高杆桿啦 他就說政府投資民間加碼 高杆桿我要問一下是說 那你這個杆桿來講 選擇汽車業這個杆桿在哪裡 你要創造就業機會 其實我們知道 汽車本身並不是一個勞力秘籍 現在很多大汽車廠 都是用自動化生產 經濟部的稅事支度評估 我跟委員報告 他就這個案來講 產值每年會增加100億 五年增加500億 然後創造就業人口1500億 那個行政院不是講 他的GDP值是要提高多少 提高那個一趴而已 我就說本案啦 就是後稅的這個 這個整個的經濟效果 他能夠創造的 其實經濟部也 也並沒有說很樂觀啊 財政部反而再把它高估 而且我們說經濟的成長沒有 就業機會其實 其實以這個汽車業 其實他並不是 比如說你營建業還用了很多的勞力 很多的就業機會 汽車現在很多的 汽車的生產都自動化的情形之下 他能夠創造多少就業機會 再來的話 這個除了考慮說他的效果以外 另外再來就是我們的租稅的損失啊 租稅的損失 這個其實稅基虎實是點點滴滴啊 所以說損失太大的 我們都不會同意啦 像這個是 他是有震的啦 這個是有震的 對震的 震17億 一年會增加17億 不是現在來講像現在 我們要這一個 要剛才我相信說 剛才已經很多委員 大家都對於我們 這一個 這個中古車的替換啊 我想很多人都已經有提出質疑了啊 那我們 我們能夠說有 有這樣子樂觀的說 這個我們 我們這個方案推動了以後 對我們的舊車市場 其實你要知道說 我們的舊車 台灣的消費 消費者的習慣啊 你說兩年 就是中古車其實 我們應該是可以分兩種 你說計程車那營業用的 那可能損壞的很快 你如果一般只有上下班在開 或者是一般自用型的汽車 其實中古車我們國人 開中古車的是非常普遍的 像我的車子我就開了好多年了 你說叫我換坐在的 我覺得我的車子我開了也快十年了 我覺得也按其保養的話 也沒有什麼不好 我連換車子的 我覺得換車子的念頭都沒有 我認為說中古車 所以這個是一般人來講 使用中古車的習慣 那我們現在要透過一個 租稅的一個制度說 我本來我沒有這個換車的念 你要我去換車 這樣子來講 有沒有違反我們租稅的中立性原則 委員租稅的中性原則 有兩種 一個是正的中性原則 一個是負的中性原則 負的中性原則就不好 就是會干擾經濟的那個決策 但是正的是對的 就是把負面的東西把它消除掉 對這個好對產自有正面的影響 這個好像我們又在上課在台港 這個是沒有必要 你說這個沒有影響 我本來我中古車 我們國人對於使用中古車的習慣就是這樣 那你要用一些外在的因素來改變這個習慣 第一個你說沒有影響這個我是不同意啊 第二個我剛才有講了 我們台灣的中古車到國外 你說要外銷去 它的市場 其實我們的競爭力並不是很高 除了剛才講的左價右價以外 另外其實我們台灣的汽車的價格 跟外國比起來我們相對是比較高的 你價格比較高 所以經濟部就說所以要降稅 降稅以後價格就有競爭力了 所以經濟部他們 你用降稅這個即使你降稅的話 你的競爭力在國外的話 就被我們的高車價又抵銷了 你認為說這樣就有競爭力 我個人也是存疑啊 再來的話就是說 我們這樣子的一個 這樣子 尤其是說像我們現在有一些委員 還提出說 我們是不是要鬆綁這些出口 或者如果說再把我們的購買新車 又跟中古車的外銷 這個又脫鉤了以後 甚至有的是講講說 這個脫鉤就是定額減7萬 或者是說報費就減3萬 這些如果根據我部長你的報告裡面 如果說是這樣的情形 我們這個稅損是200多億耶 那個單純的我們不贊成啦 不是啊 這個部長你剛才才講講說 如果說這些是到立法院 你不贊成 但是這個方案到立法院所在的 有人提出來就有可能 沒有錯 如果這樣子的話你看 我們的稅損又200多億又不見了 那部長你當時在做決策的時候 你沒有考慮到說 這個方案到立法院來到最後的話 會有這些變化 當然委員提案本來就是委員的職責嘛 不是啊 這是委員的職責沒有錯 但是你在做一個部長做決策的時候 你應該要把這個一起到啊 我們就正確表達啦 包括你們表達的時候 這個我們要審慎 不是啊 那表達了你的稅損 你像這些的話 對這種稅機虎蝕 你在整個行政院在做這個 雖然這是經濟部他們主導的案子 你站在財政部一個配合辦理 你對這個稅損 委員 你有做過什麼樣的努力嗎 有 還是你基本上就贊成這個 不是稅事支出評估一定要送出來 那我們看到稅事支出評估還不錯 他就是說可以帶動產值的增加 就業人口的增加稅也會增加 他是競增加啦 這個我相信說 這個部長如果說以這樣子來看 你就講一個稅制評估 你是不是把你當時你評估他正的 把會後把這個資料再送一會詳細的給我 沒有問題 我一定會仔細好好看 沒有問題 這個看 那我個人是因為時間的關係啦 我是認為說第一個 這一個他們經濟部怎麼樣 那是他們的權責 那時候我不在我們在 但是我認為說財政部站在一個 建立一個租稅公平的一個原則 不應該是這麼輕率的 報告委員這方面我把關的很厲害啦 有人還罵我鐵板一塊啦 結果你說我輕率 陳學生委員說我鐵板一塊 這個我是認為說這是你的職責 稅機的虎實 這絕對不可以這樣子的輕率 因為如果說以這樣子的話 尤其很多人會覺得說 這個第一個你為什麼選擇汽車業 第二個的話 這個又是這個時機 又是在這個選舉之前的話 這個很多人會有這個動機論啦 剛好是經濟景氣低迷啦 如果經濟景氣不低迷 因為大家說經濟景氣低迷 財政政策比貨幣政策有效 那財政政策要立法院通過 那我們提出來 如果立法院不通過 那財政政策等於就是沒有了 這個會這個經濟景氣低迷 我想在台灣已經不是一天兩天的事啊 我如果說我們需要是說 到了這個選舉前的話 才來做這個難免會落人口實啊 好不好 我們現在請李同豪委員 主席主委同仁政府官員大家午安 可不可以先請金管會主委 我們請曾主委 主委您好 這個金融機構合併法 他的當初發生這個法律的背景 設立這個法律的背景 你了不了解 了解 主要是在處理什麼 我們希望 他因為金融機構的合併 有別以氣變法 所以我們就專法來排除過去 民國89年處理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真正的目的是在處理問題基層金融機構的合併 沒錯 那時候同時有那個背景在 所以呢 他特別定了這個金融 雖然叫做金融機構合併法 但是事實上是針對問題金融機構 好 特別是基層農業會信用部 跟信用合作社 現在農業會信用部跟信用合作社 這個問題已經告一段落了 所以我們就開始把這個法律開始進行轉型 是不是 那轉型的過程裡面 您對於金融機構的合併 它的過程 特別是合併法本身涉及到租稅的優惠 以及它的這個申請的程序 這個程序裡面 只有金管會扮演唯一的角色嗎 譬如說兩個金融機構合併 需不需要經過公平交易的審查 要 有 但是你這個法律上有沒有 那個跟委員報告 那部分就回到公平交易法去 該申報合成的還是 可是金融到過來講 金控公司法裡面 有沒有特別著名要公平交易委員會的角色 涉及到的還是要 要 可是在這裡你完全沒有 但是因為這裡沒有規定的 就回到該有的其他法律的規定 因為你特別把過去農漁會信用部 原本是要排除公平交易委員會 這樣子的一個機制的 你把它特別拿掉 拿掉了 原先你的立法的整個架構裡面 是有公平交易委員會的影子 公平交易法的影子的 但是你用排除的方式把它拿掉 那這次你們修法的時候 把整個公平交易法的這個角色拿掉了 然後整篇通篇來看的話 就變成只有你金管會扮演角色了 那跟委員報告 為什麼把農業會信用部 全部拿掉 因為農業金融法已經有處理了 那有關公平交易法的部分 現行實務上座位 還是會經過公平會的這個核准 我還是建議你 這個東西這樣看起來 現在整個立法的這個整個架構來講的話 會讓人誤導認為說 只要金融機構合併法 而沒有這個程序 這個程序的這個過程裡面 你多多少少應該要來強調這一點 跟委員報告過去多年來 其實有關這部分實務上真的沒有問題 謝謝委員提醒 謝謝 我們現在可以請財政部長同時上來一下 有關那個證鎖稅的問題 大家我剛看很多委員都在談這個證鎖稅 都很關心證鎖稅 我還是老問題一句 請問股票股力算不算所得 請這個金廣會主委 就您所了解股票股力算不算所得 這部分依照從幾個層面來看 從所得稅法 它基本上現行的所得稅法認定 它是個所得 但是從證券交易市場來看 它基本上類似股票分割 所以看你從什麼層面來看 但是稅的部分 課稅的部分其實我們尊重 股票鼓勵發生所得的 真正所得的概念是現金 進口袋的現金 股票並沒有現金進口袋 那部分股票就是類似 所謂的股票分割 那至於課稅問題 所以真正要課稅的這個發生 是應該這個股票已經變成現金 然後現金本身 是額外的現金的話 它當然就要變成課稅的一個對象 各位委員報告 aye 我們也不明確確定 是 29 過 開始 衆消費得到 就是造成現金進口袋或者是特別股 所以股票鼓勵要課税 這件事情對於我們的股民而言 就是一種沉重的負擔 但是我們如果沒有正所稅 沒有正所稅的話 我說我勉強眼睛閉起來 因为那个等于是把它当成这个 证所税的角度在看它 但是如果说今天有证所税的时候 股票鼓励这个角色 它就必须要转型到真正的计算 那个证券交易所得这个过程 才应该课程 部长 没有错 股票鼓励要不要课税 一般来讲有两种看法 一种看法是说 公司的资产结构都没变 你只是分割 一股变两股 两股变三股 所以所得没有增加 这是一种看法 另一种看法是说 股票鼓励 用转增资 发股票鼓励 公司的资本增加 那你得到股票鼓励 股票鼓励随时可以变现 等同现金 那是因为你不课证所税的款式 如果你课证所税的话 这个股票鼓励就应该排除 所以我建议这个东西 应该要好好考虑 不是说证所税 就这样子大家呼隆就过去了 把事情既然要处理 就把事情讲清楚 说明白 交证所税的人 股票鼓励不课 不交证所税的人 对不起 那就课您股票鼓励 对不对 把事情讲清楚 对台湾而言 很多股民 他拿到的股票 都是零股 或者是很有限的股票 结果他要课很多的税 他从现金 缴税是缴现金 缴税是从你的口袋里 从你的储蓄存款里面拿出来的 我们股票鼓励是用按面额课 我知道面额 但是我是说要交的还是从现金要交的 对不对 要交出现金来 我的股票方里面还没有变现 那等到我变现的时候 搞不好股票从8000点变成4000点 甚至变成2000点 甚至变成一毛 甚至可能一文不值 对不对 股票可能这个股市 可能这个股票可能最后没有了 贴币纸了 我还交股票鼓励 我根本没所得 他没有实现 所以我这边请财政部再思考一下 既然你要推一个税制 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税制 但把道理说清楚来 还有现在谢谢基金管会主 我再请问我们的财政部长 刚刚谈到货物税的问题 货物税占我们的整个税收的比重是很大的 还好1500多亿 明年要1600亿 对对 大概差不多不到10%了 不到10% 1600亿 您认为这个税收重不重要 重要 那现在经济部提出来 说我把货物税车子出口 一定的年限以内要减5万块 第一个这个修正的货物税 它是一个暂时性的措施 还是一个永久性的措施 暂时性的5年 为什么要5年 就是认为拓展中股车的出口市场 那5年以后 这个5万块 5万块很多不是吗 对一辆车子来讲 一辆车货物税大概13万左右 对 就将近一半了 对不对 它是一个很高的金额 那5年以后怎么办 第一个 所以它是一个永久性 你说它是一个暂时性的 为什么要做这个暂时性 第二个 您说那是因为它要刺激出口 我们的车子的出口 跟我们的电子产业的出口 哪一个在这一次的金融 在这一次我们的经济衰退里面 受到影响比较大 这样不是受到影响 而是说中国出口市场 可以说几乎零 我跟你们报告 没有错了 当然为什么 就是货物税高 没有竞争力 对不对 那为什么针对这个出口 因为这个出口太有针对性 是谁 我跟您说明 也不是那个什么中股车商 汽车租赁公司 只有汽车租赁公司是最方便 是最完整的记录也最好 对不对 它全部的资料都有 这可以变成B2B的一个商业模式 是非常快的 所以很清楚的是 对称对租赁公司 它是立即见效 但是我也看不懂 你既然要帮助租赁公司 你为什么只帮助五年 那五年以后呢 你难道就要他死吗 再评估啦 那个说五年以后再检讨 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个税收政策吗 另外一个问题是说 你为什么要跟这些出力 如果说你今天要帮忙汽车产业 为什么不能把整个的汽车产业 全部的货物税都降下来 为什么要针对特定的中股的租赁 假定我们今天所有的新车 都降了三万 为什么要五万 我们降了三万 是不是有助于我们整个车子的 中股车的出口呢 因为它一开始的负担就减轻了嘛 为什么要针对特定的中股的 你为什么不对新车呢 如果对新车的话 不是所有的车子都可以 所有的买家都可以买了吗 所有的消费者都可以享受了吗 我们也可以订过五年 车子每一个买新车的三万块钱 一百亿税损 但是也可以带来经济的成长 不是吗 它不是有 你如果在乎的是 它的产业的那种 所谓的陈述效应的话 产业关联效应的话 它不是出来了吗 为什么 当然经济部产业主管机关 他们认为中股车在国内太多了 所以它不断增加大概七百多万辆 中股车 所以要拓展出口市场 也达到一些节能简单的 你认为台湾的中股车车辆太多 所以价格就下来了吗 好像也没有 最主要是台湾既有市场 就是这么这么大的量 那我们十年以上 一定要去化一部分 才有办法容纳 你这个讲不是十年的车子 你这边的设计也不是十年的 不是吗 对不对 而且十年说实话 你也不道德出口给人家 但跟委员报告 因为新车的生产 的确对国内的经济 对啊 所以我说对新车 就全体新车减税两万五 也可以吗 减税两万也可以吗 你不是刺激全部了吗 在国内总量没有 这个国内总市场的 未纳量还是这么大的情况下 请你去比较一下 扣除货物税以后 去比较一下 我们跟美国的 旧车市场的价格 我不相信我们的价格是 跟委员报告 在前面的新车 前面几年没有竞争力 但是可能大概 大概六到十年左右 这一段是比较有竞争力 你是帮助几年的车子 一般来讲 六到十年 请问你帮助的车子是几年 你的货物税是针对几年的车子 一般来讲六到十年左右的车子 它会比较有出口竞争力 我跟你说了 不是了 我是租赁公司 我就用了两三年 我就卖掉了 就这么简单 那个四年以下 我们算过大概出口 跟国外的车子 比竞争力没有那么强 那你不减的话更糟糕 对不对 总而言之 您真的弄清楚来 我觉得这个是针对 特定的产业 特定的公司 你要真的这样的做 你为什么不干脆 加汇全体呢 以上 我们现在请陈树岳委员 谢谢主席 阿谦主席邀请部长跟局长 好 我们现在请部长跟吴局长 我也好 部长 局长早 本席今天针对我们 就是这个货务税条例 正定第十二条之五条文 这个草案 来请教 因为不惜看你们上出来 这个案 你们的说明 就是这个包括经济部的 口头报告的这个书面资料 我看你们这样的一个条文的 增定的一个政策目标 基本上我看起来 你们写了说 希望能够达到节能减碳的目标 然后希望能够刺激汽车产业 然后也希望能够达到刺激出口政策 开拓中古车的市场 大概是这样子一个政策目标 没有错 主要的还是开拓中古车市场 其他的就是另外附带的目标 其他附带的效益 可是本席看了之后 仔细想一想 我觉得说你们的政策目标 很逛勉弹簧 可是实际上 有没有办法做到 这样子的一个修订条文的 一个草案的一个精神 你们设定了这样一个目标 你们是不是真的能够收到实质的效益 你们有没有去评估过 还是说只是画大饼而已 有 经济部有做了税事支出评估 我跟委员报告 如果说以每年出口一万量来算 那大概会增加税收17亿 会增加产值100亿每年 然后会增加就业人口 五年1500人 大概一年有300人 刚刚很多委员都有 就是有提出讨论 那针对说你们在这个草案 针定这个条文草案里面 你们一再提到说 希望能够达到节能减碳这样子的目标 事实上这样子的一个目标 本息也是绝对支持 本息绝对支持说太旧换新 把那个老旧的车辆把它换掉 然后减少这个空污 可是你们是真的能够达到这样子的目标吗 我就看一看真的很难耶 因为你们这样子的一个货物税的一个减免 是要绑出口 才能够有这个新车货物税的一个退税嘛 对不对 那如果说这个车主他要换车 他怎么能够确定说他的旧车一定可以出口去 他如果他卖了旧车 他卖给中古车商 他是不是要等到中古车商有把他的车子卖出去了 他才能够达到退税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在出口报单 然后前后六个月买的新车都可以 他旧车好他有落差嘛 前面六个月后面六个月买的都可以 可是谁能保证说他的车一定卖得出去 如果卖不出去呢 他就没办法减了吗 会有机制 就是说中古车会有一个车商 他们出口以后 可是每一个车商 不一定每一个中古车商都有能力来经营这样子的一个出口的生意吧 跟委员报告 我们将来会配套会这个协助中古车跟这个中古车业者 能够来成立建架的机制 然后也会有拍卖的平台 这样他们将来就可以有管道来销售他们的这个中古车 你们就是建架这个是后端的一个程序 可是就是说你们根据本席所了解 就是说每一个中古车商 他们不一定能有能力去办理这个出口的一个业务 所以他们收购了这个旧车之后 他们如果没有把这个旧车卖出去 那这个车主他就拿不到这个货物税的减免了嘛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设计上 真的是有一个至爱难行的一个地方 那另外就是说你们这个修法的这个条文内容 一开始你们就是说针对这个两到三年的这个车子 就可以来出口 办理出口然后让这个车主可以得到减免货物税 可是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让这个中古车商他们也都看了之后都非常的人心惶惶 因为两到三年的这个中古车 我是不知道啦 因为像部长你如果你买一部车 你开了两年三年 你会马上换掉吗 我不会 对啊 你不会换嘛 一般的家庭 一般的人 一般的这个薪水阶级的人 他有可能说一辆车子 新车买了 他开两年三年就换车吗 所以这样子的两到三年会换车的人就是目前比较夯的那个租刃车的这个行业嘛 三年这个契约到齐了 他就是可以换车了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基本上就让人家会去联想到说你们就是针对特定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业在设计的 而且你说这个三年两三年的车子鼓励他们出口的话 那这样子的一个车子 其实事实上在我们国内的中股车市场来说 是比较抢手的这个车子 需求量会比较大 可是你们现在把这个两到三年的中股车出口之后 未来五年之后 是不是就造成整个中股车市场的一个断层 那这样子真的能够达到你们说节能减碳的目标吗 到时候你出口的都是这些两三年的一个中股车 结果留在国内的还是八年十年十二年的这个老爷车 这样子对我们国内的这个空污有办法来改善吗 有办法达到节能减碳的目标吗 所以我觉得你们根本就是拿这个节能减碳这样子一个大帽子 一个冠冕谈谎的一个理由 来美化你们的这样子的一个货务税增定的一个美化的一个理由 所以我是觉得说你要增定这样子一个条文 你出发点很好 可是我们要去设想到 事实上这个效益是不是能够落实 是不是能够收到实质上的一个效益 所以你说节能减碳这个目标 我刚刚讲了我就觉得说很怀疑 能够是不是可以达到 那另外你说刺激这个汽车产业 你这个新的车商他要卖车子 那他是不是这个车子一定可以 旧车能不能卖出去 那目前还没有 他如果说他的车子 他没有办法确定把这个旧车卖出去的话 购车的新车主他可能就会要求他要减免了嘛 那这样是不是又造成他们的一个困扰 那另外说刚刚我们局长一直在强调说 要开拓这个中股车的一个市场 我们也知道说即使这个市场都有一个自由机制 那我们政府要这个勉强说要去开拓中股车的市场 我们有那样子的一个能力吗 我们有那样子一个竞争力吗 好局长你简单回答一下 我想因为台湾现在因为中股车数量太多 事实上不论是这个新车车商还是中股车商 事实上都会面临到他的车子去化 这个市场的去化会出问题 那现在这个政策最主要还是在创造一个中股车的一个新的市场管道 因为像这个日本他都每年都出口中股车超过100万辆以上 即使新加坡也超过 那你预过我们可以出口多少的中股车 我目前初步预估因为目前国内的这个中股车 基本上我们成本比较高 如果没有货物税减免的话竞争力会比较低 那如果初步有减免我们至少应该一年再一万辆左右 那这一万辆其实在国内中股车市场来看还是相当小啦 就是说将来有机会出口的 其实他的这个占国内市场比重其实并不大 所以这部分我们大概认为不至于他真正会造成国内中股车市场很大的影响 其实我觉得说你说让我们的中股车市场更活络的话 我是建议说你如果说也要达到减冷减碳的目标 那你干脆就是直接补助太旧换新就好了嘛 你我们目前国内有四百多辆的这个中股车 好那你如果说真的要达到这个太旧换新的一个目标的话 那我们就是是不是去研究一下 针对十年或十二年以上的这个老爷车 我们就强制叫他报废 这样子是不是更有实习的一个效果 如果纯粹太旧换新它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因为中股车还是在市场跑 所以如果是废旧换新 就是至少要有一辆车在市场上消失 报废的方式消失 这个对整个市场活络才会有帮助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促进新车的销售 对整个国内的生产各方面 就业各方面的它的效益会更大 对那我刚刚有听到你在回复那个委员咨询的时候 就是有提到说 事实上我们目前中股车要出口的话 竞争力比较比较有竞争力的也是六到八年的车嘛 六到十年左右 六到十年的车嘛 所以这样子的话那你干脆是不是你就 如果说你真的要这个绑出口的话 是不是你就把它修订为这个满四年 这个年限把它修订拉高一点 不要说两到三年 你修订到五年六年 这样是不是会比较实际一点 这样子也不会让人家质疑说你就是要 土地特定的一个产业嘛 那你也不会说造成我们整个中股车市场的一个 严重的一个断层嘛 是不是这样子 那就是说因为你们这样子的一个政策的一个修订 基本上就是说也引起相关业者的一些疑虑 所以本席在这里也是建议说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召开这个公厅会之后 再来做一个修订 然后不要让其他的 不要说就是为了一个修法 然后只是考虑到单一的一个因素或者是层面 而影响到其他一个产业 好在这里建议 好谢谢 好谢谢 来 诸位请回 接着我们请潘维干委员 主席 那个是不是时间关系 就请我们张部长曾主委还有吴局长一起 好 三位首长请 喂好 三位好 那因为我想一个今天我们是审的金融机构合并法 那实际上呢这个我们也知道就是说这个我们是全力支持啊 虽然这个在八九年我们希望整顿一些这个金融机构 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银行还是太多家了啊 因为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有国际的竞争力啊 国际的竞争力 虽然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年我们金融的情况是比较好 但是呢这个我们也知道当这个人民币现在利差 缩短之后啊要有更新的这个东西来作为他的获利 要文化我觉得在金融商品上我们也知道这个如果只是为了赚钱而去销售金融商品的获利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讲是相对危险跟不利的哈 而且在这个整个这个资本市场里面我们也看到股市里面 其实我们的散户也真的都在减少 那我觉得对这个部分怎么样来做 我想我们一方面全力支持再一方面呢 呃这个我们也希望这个金管会啊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啊 那实际上我们最近国发会也提出来这个200亿的并购基金 说能产生1500亿到2000亿的效益 不晓得吴局长知道吗状况怎么样还好吗 这个我们知道但我们据了解他们还在这个接受募资的申请 对所以都还没开始嘛所以这个真的我们实在是蛮担心的啊 虽然当时我们这个金融税法啊金融营业税啊当时从2%加成5% 当然这里面我们现在往往都是便宜形式怕经费不够嘛 干脆这边赚钱我们就多拿一点先来发展金融嘛 但竟然没有镜像扣底但是OECD的国家基本上他没有金融营业税 如果我们要做国际连带我们的资本就比较贵嘛 所以我觉得我们整个思维要国际化自由化 所以这个呃基本上曾主委你赞不赞成将来至少要加个镜像扣底啊 你没有扣底未来你怎么跟国际竞争啊 呃谢谢委员的指教 谢谢考虑取消金融这个营业税啊 跟委员报告金融营业税从2%提高到5%的时候 呃大院财委会曾经做成决议就等说啊财政啊 適度对5年嘛 5年我们有一个落日条款 稳健之后啦 再进一步检讨呃有关金融营业税的部分 对好谢谢 那但是呢我觉得我们现在都是便宜形式嘛 原来该给的钱就用台银我觉得当然该给的钱他太这么一个大的银行 既然资本额这么低当然要给钱当然我们也不反对啦 因为例如他的这个这个资产来作价 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整个政策上的思考啊 比较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啊 那再一个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呃张部长 我们现在所得税一年我们大概税收是多少 综合所得税 综合所得税4000多亿 那盈利四季所得税将近4000亿 两个加起来接近8000亿 是我们纵所得税大概4000亿嘛 但是呢您知道我们现在补充保费这2%在我们纵所得税 就是说在这里面大概是多少 呃那个费不在我们税里面 我们没有我们这边我们没有统计 对啊我们有合并啊 合并我们现在不是鼓励所得就有2%吗 不在这里啊 不在那是费 费是卫福部的 哦是另外 对不在财政部 ok好那我现在请问一下我们现在富人税 从40%到45%我们收了多少 大概估算大概将近99亿啦 100亿左右啦 哦100亿左右 是是 对因为我觉得呃这个其实部长在守税这就是把这个税啊 是 这一关啊你是把关把的很紧啦 是 但在增税上我想你也不手软啊就是速度也很快啊 还有这个补充保费我们一年为这个呃大概是多征收了将近400多亿将近500亿了 今年可能到500亿左右 好那所以为什么我们认为这个原来我们当初补充健保就是补充嘛 而且这是一个税机他可以随时因为税率的调整健保费率的调整而调整所以呢我觉得真的是应该考虑降为一趴因为261我们现在快500亿了要让他一趴我觉得才是核实 因为这额外的支出嘛这是一个还有呢您刚也提到了这个所谓的富人税啦我一直不喜欢用对立的名称啊但是呢我不反对你要增加一点但你把它加成富人税我觉得他们压力很大啊 因为这个社会我们不希望制造对立哈那但是呢你看又又增加了100亿但你今年增加了1700亿那这里面就已经加了不少了哈但是我觉得合理很重要所以呢今天我非常赞成李同豪委员的这样的一个更精辟的一个探讨是因为其实我昨天有说在国外都是为股票分割 所以对这一部分我也知道部长因为您也感受到这样的讯息但部长我真的很不愿意看到一个这700亿啊不得了了好像我们为这些这个这个这个富人怎么样了我觉得这是一种错误讯息的传达然后当然了500亿200亿300亿400亿最后说是400亿所以我觉得他到底整体的发展是什么当你把这块市场一直压缩 那最后我觉得他到底造成的影响会是什么因为你想我们如果4000亿里面4000亿里面这里面这个占的这个税的比例既然如果你说是7700亿那就占了700亿哦这他该缴的不算哦他的45%也在里面哦他还多缴了700亿哦只是鼓励而已哦部长你觉得不重吗 这样的一个资本市场能够发展吗哦这个我今天不跟你细节探讨但是呢马上产创条例又来了产创条例我们鼓励分红入股嘛这是鼓励企业让员工都能起来那现在呢我们希望递延五年来这个脚但是我们还设上线哦 那我觉得啊而且五百万我们都是小格局啊而且小格局小鼻子小眼睛没有格局为什么要设上线呢 这个五百万是仿造美国的美国也有设就是说他不能说对大股东他分配到的鼓励都给他缓客他就是给员工啦他是留员工主要目的在哪里 对对他是用股票嘛是让他他就要留员工嘛分逢入股就是照顾员工啦所以五百万就是小股东啦是那他怎么磕税他是买卖才磕税哦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啊我们现在只是地盐而已嘛我们缓客啊但我们以前没有啊对不对是你拿到股票立刻现金哦要你不卖股票你怎么拿现金去 去给给给这个这个这个缴税呢啊还有呢我想今天啊这个我们也在讲就是我们都很关心这个这个所谓的光棍节啊我们淘宝网一天一天就就销售了虽然没有到一千亿人民币但九百七十多亿人民币啊啊九百七十多亿人民币啊啊九百七十多亿人民币所以乘以五的话就四千多亿了所以呢我一直 一直期盼我们真正重要的是投资台湾投资台湾所以我原来就说是一个投资台湾的运动所以我觉得我们能不能鼓励消费很重要我们现在很多措施都是消费嘛对不对占我们GDP很重要一部分但我们政府有没有真正做出鼓励大家消费的一个号召性呢我就要跨部会来协商嘛因为我觉得早哪一天例如平安夜 那一天让台湾更平安第二年更有发展大家一起来买这个我们台湾五十或者来消费在那一天我们也能创造佳机嘛你部长你能不能去整合各部会来发动这个东西呢 委员这个想法在这次行政院办出的那个几个方案大概是朝这个观念啦比如说你去观光旅游或者买一些相关的产品啊政府补贴你多少比如说市集产品等等大概也是类似鼓励消费的概念啦是我希望鼓励大家都站出来嘛那怎么样有计划的有时候只要政策政策就是力量嘛是我觉得怎么样来推动你们好好思考一下可不可以 这是一个好第二个呢因为当然你也很支持我们现在的这个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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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促餐啊但是呢我觉得PPP曾主委也这么支持 但是原来我礼拜一有排一个专案报告啦但后来大家说哎呀希望你们内部先讨论所以呢我只是在想很多的例如我们第三行站我们院长也说啦也可以证券化嘛当然像铁路要生计划啊如果在五年内让我们所有的铁路全部串起来电气化三个半小时随时能到达好事嘛是这种事情啊根本就没有牵涉到你要去去做什么 所以对这一部分是不是请这个回去以后这个好好思考一下真的来开专案会议然后来来配送支持好不好 我们跟交通部来对那你要主动啊召集大家来开好不好谢谢 好谢谢 好谢谢 接着请赵天林伟宇 谢谢主席我们是不是可以请那个张部长跟吴吴局长 好我们张部长还有吴局长 我也好是部长好 记得这个几个会期之前我们也讨论过类似的话题啦 那虽然当然是玩到总比不到好那我们开始进入到这样的讨论我是蛮欣慰的 我先回顾一下好了因为今天毕竟政院版他是加入了松鼓车刺激外销的概念 基本上我个人并不反对这个概念 但是在怎么样在刺激外销的概念跟我们太久换新的概念 跟包括我们那个卢委员所提的是整个是全面找刺激景气的角度去概念要做个整合 那当然就是要待会大家发挥智慧 我先很完整的再交代一下我个人在几个会期之间的提案啦 我们因为我是从未还委员会的角度出身 所以我是完全从这个节能减碳太久换新的角度 所以我的提案里面当时是没有考量到中午车外销 这个当时是没有想到这一块 那当时的考量就是说怎么样在一个短期期间之内 当我们的GDP如同现在这个时候看到已经在一个比较低档的阶段 有一个短期刺激强行剂的效果让它上来 那虽然是一个短期效果但或许它就可以让它止跌 未来搭配其他经济方案回升 但是这不只是刺激景气的方案 因为它是一个专门针对汽车业所做的方案 所以它因为是单一产业 它也有某种的相对剥夺感或排解效果 所以它必须要有公益性 所以呢节能减碳就会变得很重要了 所以当时我们提的是15年 但是我今天有签了包括很多委员包括管委员在内的10年 其实15年是当时我们跟了各部会讨论过后的折中产物啦 10年其实甚至更短是更恰当 因为它的量才会真正达到一定的效益 因为我们看到说在路上 我们现在很多的车上的广告都讲到说 它的环保的这个能量水准到了什么程度 可是其实这几年前的那样的车辆它没有到这个程度 可是它所占的比例可能往往到多达了一半甚至更高 所以你每换一台车 它其实可能就会增加更多的环保的水准在那里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会希望当时是用报废唯一的条件啦 当时的目标就是你不要再回到市面上来了 那要不然那不就白搭了吗 你只是帮助了车商刺激了景气 结果不环保的车辆还是继续留在那里 所以我要很完整的讲一下我当时的看法 当然当时我们或许有不同的概念 包括说你这个税损跟当时的景气是不是那么不好 我们或有不同的观念 但是我还再强调一次 迟到总比不到好 我们现在继续讨论下去 那讨论下去可是现在有新的提案啦 毕竟政院版它是有中股车的概念在里面 那中股车的概念的话 我现在接下来可能会请你再次说明完整一点的失说 因为你现在抓的年限比较短 是只两年内 所以它基本上对于就是说刺激外销的部分会很有效 因为毕竟竞争力比较强 但是对于本期所提的案子里面的那个节能减碳 基本上就没有了 就是就不存在 那所以呢 我刚刚有听你在回答卢委员里面 你会希望能够整合在一起 能够把这两种意见都能够整合在一起 那当然因为是我的咨询时间 我可不可以再请教你 是委员我想 当然time 也到了啦 所以一方面行政院认为 经济景气低迷 那中股车经济部看到中股车的外销市场很大 又没有外销也很可惜 那国内卫纳量有限 中股车都在跑 所以他就说 开拓中股车的外销市场 兼达到节能减碳 然后又刺激新车 有这样的效果 所以我们就经过碎市支出品 我们就赞成 那当然报废没在里面 不过我们昨天有在行政院有讨论 我们认为这个可以结合在里面 包括年限 你两年的话 可以考虑 可以讨论 等一下可以讨论 等一下可以讨论 好这是一块 这一点就是 我刚才开中民意说 我没有反对的原因 就是说 当一个税损必然发生 他的政策获益就要越多元越好 对不对 我先前没有想到中股车那块 我想的是节能减碳 但你如果加入那块 又不影响到 其实节能减碳这块的话 那我个人会认为何乐部 你有那么多的政策方向 但是这能不能真正整合那么成功 待会要发挥智慧 但是这不得不用 我刚刚听了好多委员的垂巡 都为了国内的中午车商在伤脑筋 这一点我就要请教 这一点当然跟我个人的提案 是有点背道而驰 因为我个人的提案就会认为 车辆就不要停留在国内 相对不节能的 但是问题是 那些委员讲的也有道理 如果你只抓在两年 那到底算不算是一个 不节能的车辆呢 恐怕又不会喔 如果大家对两年有问题 刚刚我跟吴局长有讨论 那个两年当然 看看不要被误会啦 不会误会 以为好像对某一个产业 某一家什么 那个年限也可以讨论 好 那这等一下讨论 但是我想请教的是说 那你有没有思考到说 这一点实在不是我的提案原因 但是我还是不免 帮国内中午商商提一下 就是说到底会不会有排挤效果 也就是说 他的货源会因此存在 中古车商啊 我的了解 当然吴局长 比我了解要多了 我们在行政中 我听到的讯息 中古车商啊 库存太多 难以消化 那我们现在出口也不过一万辆 我们现在中古车 六七百万辆 那出口一万辆 没有什么排挤效果啦 加上报废 其实报废也不过是几万辆 所以对中古车市场影响不大 而且他反而增加了出口这个去路 增加中古车的去化的速度 其实未必没有帮助了 好那是不是也请局长 你分享一下这个概念 各位委员报 其实我们过去在政策行程过程中 也有跟中古车商也沟通过 当然因为中古车商太多 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全部沟通 但是我们得到一些讯息 大概也是这样 因为也是有很多中古车商认为 希望有一个更 有一个市场可以去化 国内这样的一个能量 那这样他们就可以 这个对他们来讲 销售也有帮助 那当然我们也听到一些声音啦 最主要也是中古车商很担心 他没有管道去卖 这个没有办法 可以去外销 这部分我们大概 这个法律通过 我们也会来集合业者 我们一起来把这个建架的机制 还有拍卖的机制建立起来 那他们这些中古车的 比较小型的这些经销业者 大概中古车业 他大概就可以透过这些平台 来处理他们的车子 所以照刚才两位提的意思是说 现在的供给在国内是足够甚至过剩 所以他反而认为如果有一些车外销 不要一直再进来这个供给量 他们的竞争力反而会增加 是这个意思嘛 对不对 那这个待会就要讨论 因为这就跟刚很多委员的担忧 或者他的考量 或者他们若干的中古车业者 跟他们的成情就或许不太一样 但是这确实是一个论点 所以在最后的时间我提一下 完整的看法就是说 在现在的景气低迷的时刻 如果我们不分朝野 大家可以找出一条路 就是说在若干的税损的作为成本 但是我们创造出来 又能够立刻把环保的降低 就污染降低 因为它是移动污染源嘛 然后呢能够就是让想要换车的人 他的可以集中在这个时候 做一个全车的效益增加 然后他可以有两条路 要不就报废 要不就出口 然后呢但是要怎么兼顾 不会去影响中古车的市场 做太大的冲击 这会是我希望 帮我带回我们讨论里面 一起找出的方向 谢谢 李应元委员 李应元委员 李应元委员不在场 我们今天会议继续进行 至全部议程结束为止 我们中午不休息 那我们今天登记发言委员 都已经巡答完毕 我们做如下决定 第一报告及巡答完毕 第二委员陈学胜李应元 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 刊登公报 并请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财政部以书面答复 三委员质询及卫达部分 请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部 于一周内以书面答复 四委员质询中要求提供之相关资料 亦请于一周内送交各相关委员 我们现在还有费洪泰委员 谢谢主席 这个我问一个 请曾主委好不好 好我们请曾主委 主委我今天看到报纸啊 你还有非常高兴雄心壮志啊 要去自己亲自带队打亚洲杯 是 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做的 是 我们这次经过新加坡的马席会之后啊 我们看到可能看到一些曙光 就是我们福茂啊 先说福茂的部分 福茂大概我想在这个会期是很难过了 是 但是因为跟金融有关的一些福茂相关的事情啊 我倒是觉得我们可以利用这个 你去亲自带队去处理一下 尤其是跟大陆相关的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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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 QDI啊 是 我觉得来台投资啊 有没有机会去把它 谈妥 是 各位委员报告 其实 马席会是两岸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那在这个大架构底下 两岸的气氛 要谈 我相信 要突破以前的困境 可能性会提高 那尤其是像 RQV的部分 其实 这是互利双赢 我们去 也对他资本市场 前注入到 中国大资本市场 对他们也有好处 那让我们的台 台湾的资金 尤其是人民币资金 有契录 所以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好 互利双赢最好的案例 那这是其中一项 我们后续会 做更深度的检讨 看看有没有更多的项目 反其内看看有没有突破的可能 因为 往后看 往后这几年啊 你想要创造台湾的GDP啊 达到5以上啊 相对是困难的 是 我们的制造业要 带动这个事情 这个不是短期可以办到 那在服务业 我想这方面 我们是可以来做努力的 是 这个举例像你 我们跟 跟 现在在 东南亚 好像 像这个 越南啊 像缅甸啊 像印尼啊 是 我们去并购它的银行 或者金融业啊 我想 都是 都是可以 赶快来做的 那当然 我刚才谈到说 大陆啊 大陆这个事情啊 像我们 我们去 去我们银行去并购他们的村镇银行等等 是 我想这个短期都是可以去做冲刺去做努力的啊 我想在福茂现在面临的我们这个可能不会过的这个状况下啊 所以我是建议啊 你可以跟大陆啊 那个证监会啊 银监会啊 保监会去谈一谈啊 然后我们的产业啊 这个可以 到银行到那边去做一些并购的事 同时我刚才讲啊 让大陆资啊 来台湾 投资我们的证券市场 是 我想这是短期之内 所以主委应该可以去多做努力的地方 谢谢委员指教 嗯 刚刚谈的是证件 那银行的部分 如同刚刚 呃 委员提到了 村镇银行的部分 我相信在两边突破 开放村镇银行 让我们去设立 我相信这个是银行业 也是 富力双赢的很好的案例 我相信这部分有突破的可能性 好 我想就很简单的这样请教你啊 好好努力 好 谢谢 谢谢 好 那我们现在 这个 这个 还有就是我们委员咨询中要求提供之相关资料 也请在一周内送交个相关委员 啊 那我们现在进行法案逐条审查及提案处理 呃 第一条为规范金融机构之合并 扩大金融机构经济规模 经济范畴与提升经济效果